大家好 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 想要让蟹爪蓝能够顺利的月下 我们要给它土壤做一次全面的杀菌工作 这个土壤杀菌呢 我们就用土壤专用的杀菌剂 二媒菱 稀释1000倍给它灌根 或者是直接浸盆都可以 但是除了要做好这个土壤杀菌工作之外呢 我们还有两步也是必须要做的 这两步做好了 那么蟹爪蓝月下就更为有利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摘除这些嫩叶 这些嫩叶啊 现在呢因为温度比较高 这个植株生长速度啊 非常的缓慢 那么这个嫩叶呢 它会消耗这个蟹爪呢 非常多的养分 不利于这个蟹爪能月下 而且这个嫩叶它的抗性比较低 抵抗力比较差 也是难以月下的 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一定要把这个嫩叶及时的摘除掉 其实现在养到这个万福了 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到秋季之后呢 它也是能够顺利的开花的 摘除嫩叶之后 第二步呢就是 不要再给它补这个淡肥了 我们这个时候 给它叶面喷湿一点凝甲肥 凝甲肥可以让这净叶更快的老化 长得更为健壮 我们七十一千倍 每七天给它喷湿一次 大家看我这盆之前的话呢 就是 经常的给它摘这个嫩叶 然后给它叶面喷湿凝甲肥 我会发现它现在顶部的这些叶片呢 现在已经非常的硬了 而且比较厚实 它的状态非常的好 那么这样在一个比较健壮 长势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下 它才更容易越下 所以在现在进入六月 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呢 想让卸爪蓝越下 我们除了做好土壤杀菌之外 这个摘叶和喷粮甲肥 这两项工作也是绝对不能够少的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